深深的拥抱 无限的祝福 妈妈终于能够圆梦 子女们特地从德国 台中赶来见证 好幸福啊 Michelle就叫我去来管理 我来找她 然后我想说 你德国都飞来了 我在台湾我都不请假吗 这么难得 所以我们就请假一起飞过来 熬过三年疫情 终于盼到 能够回到心灵故乡 接受上人的祝福 其实当初我有曾经 洗下三个院 我其中一个院就是食宿 另外一个院就是 远一个龙斗 再接着下来就是受证 圆满受证 依佛教仪式归夷上人 满满的伐喜说不完 也因此尽管连续五天 密集的课程 又是长途奔波 脸上没有俊荣 而且充满动力 我们现在受证了 我们就是禁食弟子 我们除了要为佛教 为众生 我们还有一个本分是 就是要透彻了解 无量疫情 要行无量疫情 不忘经是弟子的责任 不忘经是弟子的责任 也记得师徒之间的承诺 有心要例行善法在人间 大家新闻综合报道